妳要做阿嬤 幾個月 再兩個月就要生了 妳要做阿嬤 喔 他們就要吃 幾個月 幾個月 再兩個月就要生了 妳說X小啦 妳怎麼就這樣阿 要吃什麼的吃 要吃什麼的帶她去吃阿快點阿 好啦好啦 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喔 阿嬤 阿嬤 王家 妳看到阿 我才哭阿 懷孕前12週對女性來說 胎上不穩定 乳房痠痛 情緒起伏 還有害喜 那不是更該讓大家知道 然後一起守護這個 脆弱的生命嗎 而且更重要的是 誰要善待妳阿 妳上班要穿高跟鞋嗎 該會到一半害喜怎麼辦 突然被Cue去搬重物怎麼辦 同事帶妳去應酬 讓妳吸二手煙 嚴重一點的話 出血了 妳要趕快去看人生 妳有辦法抽身嗎 Hey guys 告訴我任何一個 三個月內不能公開懷孕的理由 妳是不是也在想這一些 交媽咪約有一女 日前她在IG上表達了 對懷孕未滿三個月 不能公布的看法 需要大張旗鼓的說 但至少要讓妳的主管 或者是一位同事知道 讓她當妳的守護其事 大概五年前吧 還在工作的時候 我有失去過一個孩子 所以那種身心的變化 還有不能說的哀痛 我是可以明白的 那另外一個說法是 就是因為不穩定 如果公開後突然大家的悲傷 或者是尷尬 那不是空歡喜一場嗎 So what 流產絕對不會是妳一個人的問題 妳不需要一個人扛 妳也不需要被孤立 沒有人會希望流產 那不是掉了一塊肉 那是掉了一個心 而且小產也是要做肉子的 台灣小孩子的話 真的不是我們女人的問題 是全體社會人的問題 有多少事讓我們卻步 既然如此 一定要馬上說其他人 才能有妥善的安排 沒錯 我也必須保護我的孩子 媽媽太胖了吧 我很漂亮了 我很漂亮 可是我太胖了 我真的覺得我的肚子很大 我真的覺得我的肚子很大 欸 不好意思 你看你的奶奶 很小 怎麼會大 媽媽太胖了怎麼辦 很漂亮了 我很漂亮 可是我太胖了 我真的覺得我的肚子很大 欸 不好意思 你看你的奶奶 很小 怎麼會大 你為什麼媽媽太胖了 很漂亮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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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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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